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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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完 第一點 偷客來一下 一定要六分 我們台語叫什麼 對 我覺得這個也是完成的 對 你看 已經好到我都不捨得 把最後切掉了 一年四季 出現雲海的機率有多少 大概是一兩個月就有機會 這個濕度更有時候 我們家的草莓園 的草莓特色 哈囉Kitty的草莓 哈囉Kitty 哈囉Kitty 鬆頭眉 好可愛 等一下 不要拍 可以打到樂圖 因為大隻樂圖會掉 我們走 走 說到了苗栗公館 大家會想到什麼 它的特產是什麼 有名的是什麼 紅棗 紅棗 還有呢 紅棗 還有呢 什麼 菜後面 公館 豪色公路 桃藝 有 你們說的這些都沒錯 它都是 但是呢 苗栗還有一項 在全台的產量 還第二 帶你們去看 大甲芋頭 這應該是一般人對 芋頭的既定影響 不過產量還不及全台第二的 苗栗公館 順帶一提 全台第一的是在屏東高速 公館芋頭的種類 是檳榔新芋 也是台灣最常見的品種 據說它跟人一樣 也是要懷育十月才能成熟的 你怎麼吃一年七熟 一熟 一年就一熟而已 因為你都要十個月 對 它成長期就要十個月 從我們種下去 然後到成長 到可以吃的話 都要十個月才可以吃 但這樣不是一片地 我就是養你一次 那一年 對啊 所以這個賭注很大 為什麼 因為要看老天爺 因為不願意給我們放送 但是我怎麼覺得 它給你一年一收 就是百分之百讓你收的概念 不一定 沒有嗎 像今年來講 七八月的時候 完全都沒有希望 我們這邊 全省的種類的時候 有感到的地方 是它最需要養成的 芋頭田是要靠水 對 所以它是水跟種 對 我們這邊都是以前很種 水跟種 現在這個是好的 對 下面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說它的咖啡色 浮起來的話 它這顆有很多大的 對 只是你現在為什麼 看看它為什麼高度 沒有很高 對 是因為它現在已經把羊分 開始往根部送 所以它這個根部 就會開始慢慢膨大 那大葉子去哪裡了 大葉子它就會換葉 就是可以看到它旁邊 有沒有這樣子黃黃的 這個它就會枯萎掉 枯萎掉之後它就會換葉 它就枯掉了 就換成小葉 換成小葉 對 所以在我們通常在七八月的時候 這裡的時候會是最漂亮的 因為它長的高度 有210公分 會長到210公分 210耶 對 會比我還要高 我好想要有這種身高 它通常都會長到210左右 所以它就會開始變小 對 它就變小 對 所以這個是熟的 對 在這裡是成熟的 你剛剛給我一把刀罩 你都做什麼 芋頭不是這樣拉起來而已 沒有 通常我們在採收的時候 我們就會做一些事情 要採收完了之後 你會看到一些 有根跟土質嗎 對 那我們通常會把它做整 用刮的方式 對 刮一刮就比較像芋頭了 對 就比較完整性的 你在市場上買 你會看到像這樣 但你不會看到像我們剛剛 一下子就摘起來那一種 對 然後加上我們都會看到一些 尾頭有爛掉 這是因為今年氣溫的關係 這給你水爛掉 郭大哥說 因為今年缺水又氣溫過高 才會導致芋頭尾端爛掉 而芋頭栽種的前中期 是需要水的 但到了後期水太多的話 澱粉質流失 芋頭就會變成煮不爛了 那這樣你要怎麼做 如果像這樣子有 我們有發現這樣壞掉 對 我們通常會做一個就是 切 切開 切到完整半分 其實這麼多 那還可以吃 那不能吃 那不行了嗎 那不能吃 為什麼這個不能吃 如果說你丟下去煮的話 你整鍋就會有味道 什麼味道 會有那種浮臭的味道 爛掉的味道 對 所以有一個 我們會把它切到白白的 有一個就像是 你那個衣服洗的有沒有 然後沒有曬乾 然後就拿起來 就收進來了 對 就有的味道 對啊 所以我們通常 我們都會把它切到剩白的 剩白的 對 這樣就OK了 這樣OK的 那其實一根芋頭剩沒多少 對啊 切掉這麼多了 對啊 所以今年來講說 有完整的一顆芋頭 很難 很難找到 這個應該很瘦 所以剛剛就有味道比較瘦 可以看到它裡面是不是白 對 非常的白 然後只剩一條 這個是芋頭的纖維 喔 芋頭纖維 如果說芋頭纖維太多的時候啊 通常呢 你帶回去煮的時候 很容易會遇到一件事情 煮不爛 吃起來會脆口 脆口 對 不是鬆的那一種口感 那一定要 芋頭一定要鬆 對啊 芋頭鬆的聽到什麼 它就鬆了 真的 通常我會跟客人講說 就看它白色的地方 看白色的地方 因為白色的地方多的話 就表示它的澱粉質很多 所以你看我們剛才的刀子上面也是 對 有沒有 都發現白白的 這就是粉質 那上面這葉子 你為什麼要把它切掉 上面的葉子 我們突然就會把它給切掉 我們就會切掉 對 我們就會把這隻留下 一點點而已 你怎麼切的 直接穿進去 穿進去了之後 轉一下 對 然後再把它剝開 真正掃課的時候 掃課來講 一定要留這個 因為這個 加一點點芋頭 最好吃 我們都不知道 在家裡都把它削得好乾淨喔 對啊 很多人不知道 因為這個的話就是叫做 我們台語叫做 藕槐 藕槐 對 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藕槐它是上面筋的地方 那它們通常會留一點點藕槐 然後加一點點地方 下去吃 那這個就很好吃 所以主要要吃要吃這一塊 這個是饕客吃飯 郭大哥的爸媽在公館種植芋頭 已經二十多年了 之前都是讓盤商收購 掛上別的產地名字 價格也難免被壓低 他覺得公館芋頭品質 明明很讚 只是沒有名氣 所以接手後就改為 自產自銷的經營模式 讓顧客直接跟農不滿 也能到芋圓親自採收 更了解公館芋頭的好 這顆 這顆 這顆應該被被 這顆很飽滿 這顆 這顆有 有沒有 好 好 大隻 我覺得這顆也是完整的 對 你看 已經好到我都不捨得 把最後切掉 你看 這次完全就是 我就靠這麼後面一點 你看 成功的還滿多的 完全好的 完全 好 漂亮 來 我跟你講 這顆又完整 完整的 我又中了 這完全完整的 你看 看好了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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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色 這個完整的 這個完整的 這個完整到不行 你看 你進去很好的 對啊 它你上進日課 你明明老闆會說 你放得稍稍的好了 又出來啊 你看 又好的 又是好的 又是好的 飽滿到不行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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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啦 有沒有 讚耶 搞定 你看 好的耶 完美 完美 完美的芋頭 漂亮 水 水 蛇流蛋來囉 董哥 該很辛苦啦 對 你幫忙採收啦 其實採收就可以換牛奶對不對 對 你來採會有 對 很多人都跟你講說 欸 我要喝牛奶 我自己下去囉 對 採個兩個再換牛奶 對 對對對 因為這個東西我們是 限量賣的 限量 限量製作的 你看它一年也只有 要十個月以後才能收啊 我剛剛沿路一直在想 芋頭到底能變出什麼東西來 除了我們一般來說的 蒸芋頭 對 炸芋頭 入菜 然後芋頭餅 對 對 還有什麼 那我們最簡單的方式 我們先把它做成甜點吧 甜點的話 我們有芋泥球啊 芋泥球 最原始的 就是沒有指甲糖而已 我記得小時候有一個東西 我很喜歡吃 但現在很少看到 超少 就是兩片餅乾有沒有 然後中間會夾 那分分的芋頭這樣 芋頭餅 那個好好吃喔 那個告訴你 我剛好會做 真的假的 真的 這麼剛好 這麼剛好我會做 那我們一台間的芋頭的話 你至少可以做到 七到八個 很少耶 不多 我以為這樣一顆的芋頭 可以變很多顆餅乾 沒有 其實看你要加的那個 裡面的芯要加多少 超紮實 對 那我們就是加超多的 對 那就差不多 就七八顆 遊客們 除了可以體驗 採收的成就感以外 還有新鮮的芋泥球DIY活動 也能品嘗到其他的玉製品 只要兩人以上 就可以預約成型 至於我懷念的芋頭餅 該怎麼做呢 它幾顆能夠做成一顆芋泥球 一台金的芋頭來講的話 這種大小的話 大概只能做到四顆而已 只能做四顆 對啊 難怪它這麼貴 對啊 三顆一百 那這個呢 這個的話是芋頭酥 一台金的芋頭 來做到這個芋頭酥的話 大約差不多八顆左右 其實我覺得芋頭 要再被加工做出來的東西 好像蠻浪費芋頭的耶 對 要花費很多顆芋頭 才有辦法做成一顆 為什麼 原因是什麼 因為芋頭它就是澱粉之類的 然後要做成加工 又比較耗工 好 我們現在先來做 我幫你把它倒成 先剁 對 剁完那時候我們再用芋的方式 把它用生牛肉配配 主要就是說最原始的方式 可以吃到最原味的 芋頭味的芋頭 對 芋頭大概要煮多久 才會有辦法變熟 如果是說你用蒸的話 對 我們通常基本的話 一定要這一個小時 對嘛 我覺得芋頭很難熟 但有時候你一不顧一過去 它就已經都沒了 就化掉了 對 化掉了 對啊 可是你化掉的話 就表示你這個芋頭的部分是這樣子 才會化掉 對 如果說你不好的話 你是那個 再久也不化 都不會化 用成你之後 對 其實我們可以加個奶粉 那只是做的拉提味而已 拿一點奶香味而已 你要特定什麼奶粉嗎 沒有 怎麼奶粉加下去變香了 真的 好香喔 這個 這真的會... 你可以吃看看 你可以試試看看 還好你有說 要不然我真的不好意思吃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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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定有一個地方 對... 這是一個絕傢的位置耶 沒有一個山擋得過你 山裡面都是這樣子的 一分每一秒 它都在變 而且從地瓜葉跟草莓 蹦在一起的時候 那就是滿滿的回憶 我以前用的草莓醬 沒有這麼高級 我們都不相信 真的很特別的一個紅色 不錯是不是 是不是 台灣第一點 這真的... 你可以吃看看 對 你先試試看看 好好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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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月頭的原味的部分 好好吃喔 夾餅乾的話 你這也太紮實了吧 你會不會太... 你會不會太大顆了 對 我剛剛想說你要怎麼做 對 我們就是先把它夾進去 夾進去之後我們塑形一下 自己要吃的話 你就不要多一點沒關係嘛 對 對 趴去 趴掉 趴掉沒關係 因為我們等一下外面會再裹 沒關係 這叫車輪餅啊 對 你這個粉是用什麼的 我們這個的話 就是用低筋麵粉 然後去調這個粉漿 這個 拜託 他真的吃我們家嗎 沒關係 外面會再裹一層粉 對 其實你在外面吃的也有 但只是你不知道 對 因為都看不到啦 對 等一下一定讓你看不到 對 這看得到喔 這太明顯了啦 這很堅章啊 這不行... 我跟你講 我們還可以反其道而其 你知道怎麼整料都會看 包餅 對 包餅 試試看嘛 你總不能只有外面包而已 對 對 麻糬要不要拿來包 麻糬可以包喔 麻糬真的可以包啊 麻糬真的可以包啊 要包到裡面 哈哈哈哈 炒麵哪裡 炒麵哪裡 炒麵有可能花掉喔 你看嗎 剛剛你看弄碎的 你有感覺它碎掉了嗎 沒有啊 它還是很好吃啊 好好吃喔 有沒有回憶出現的 好像以前跑在那個 眷村裡面有沒有 還玩那個踢罐子 踢罐子 踢罐對不對 對 然後踢著然後跑 你要去找 然後再去找 對 然後還有躲媽媽 然後玩累的時候 回到家裡 有專滑房走進去 然後阿嬤就會拿了這個出來 來喔 是不是很幸福 對 來來 給你吃 來來 趕快來拿喔 剩下的就要拿旁邊那一種 我跟你講手上如果沒有吃到芋頭酥的人 等一下就要拿一種 開始 每年的芋頭季一到 市面上的玉製品就是五花八門 可見芋頭是很受歡迎的食材 下次也可以規劃到產地 現採現做 更能吃到貨真價實的濃郁綿密喔 我們現在在的地方是馬納邦山 在苗栗這邊 754公尺 然後呢 你等一下只要回頭往後看 你就知道了 你看 你看那邊 754 就可以有雲海了 但是這裡雲海要行程應該也要水氣很足對不對 所以它水氣只要夠的話 它應該就會蓋這一層這樣子 可以蓋到下面 而且他說這邊有一個地方可以 可以在雲海當球千 但我一路上也都沒看到球千 我們來去找一下 我們來去找一下 球千 球千 你知道嗎 在754公尺 再加上有三層樓的樓梯 你就會是這個喘渡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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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等一下還在還在好耶 還 還有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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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的朋友們 晚安 它在大雅路上嗎 我想 球千耶 有球千耶 球千 那個 大哥 嗨 請問一下 這個球千要排隊嗎 大概排前面還有99號 是喔 真的假的啦 大哥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您在的這個山頭是哪一個山頭 後面是馬那邦山 馬那邦 所以你說要達到一個叫做什麼 第一 一等三角點 一等三角點 需要具備什麼樣的條件 基本上我們這是比較中型山 所以一等三角點 它視線距離是可以看45公里 所以我們這個看在台中的外海 哇 這是一個絕佳的位置耶 沒有一個山擋得住你耶 你當初怎麼想到 找到這個地方 這其實是梯田草莓田 原來這就是梯田草莓田 草莓田 現在也是嘛 對 現在也是啊 然後你現在把它改成像民宿 然後做了一個雲海的秋千 是 那一年四季出現雲海的幾率 有多少 大概這個一兩個月都有機會 這一兩個月 對 這個濕度夠的時候 還有當然搭配這樣這個 西洋雲海是非常有機會 但我希望今天晚上濕度夠一點 那應該就夠了 明天早上 我就可以看得到雲海了 而且 這帳篷應該就是為我準備了 如果說像這樣子 門口有一個秋千 就在這裡 對 馬上這個秋千為你準備好了 誰也擋不住我的雲海 那所以你盪完了嗎 我盪完了 我今天在盪 換你來盪一下 你幫我拿一下 因為我怕一個不小心出去的話 你要跟我家人聯絡 哈哈 來來來 這確定不會掉齁 超過兩百公斤就可以了 鞦韆有一種可以讓人就是 完全的很舒服享受它那個 就是擺盪啊 然後擺盪 然後你就會突然間 因為你身體擺盪 還是忘記所有的事情 飯店業出身的詹大哥 憑著經驗以及專業 在馬那邦山 絕佳位置 蓋的這間民宿 裝潢走簡約風格 沒有多餘擺設 讓室內空間變得更寬敞 還貼心的 將窗戶盡量大面積 讓遊客在房間內 就能欣賞美景 而到底在這兒 看到雲海有多美呢 先來看看大哥的影片吧 好的 相信我也可以看得到 現在我們就先填飽肚子吧 這個是 這也做太好了吧 我不知道從哪一道開始 這個是什麼 如果溫度低說不定就從來一個 湯啊 對 好啊 來這個 橄欖雞啊 我們這是五指橄欖煮 五指橄欖煮 對 試一下那個 我可以給我看看 你喝過 它這雞我們是用土雞 對 它有個清香的味道 對 它有味道 很清香耶 它有一點回甘 它裡面有嗎 看得到嗎 對...這裡有 哪裡...這裡... 就是這個啊 對 看一下... 哇 你可以脆脆的吃看看的感覺 真的嗎 對 這吃起來比較有情人的感覺 類似... 情人果那種感覺 原來這就是橄欖喔 對 就是這個來煮的 真的耶 就生芒果的感覺耶 對 它就是用這個下去煮的 切薄片下去 但是為什麼它沒有那個 深色味 它本來變香甜耶 我們熟肉喝起來 沒有那個深色味道 好 我剛剛看了一個是 你覺得你們薑都是這樣生吃嗎 對... 你看起來有像薑嗎 這不是薑嗎 這不是薑 這是什麼 你先吃看好了 薑應該有薑的味道 這什麼 QQ的耶 QQ的 其實還沒有好 然後咬下去有纖維 然後是素薯嗎 不是 這個它的學名是叫葛玉筋的 葛玉筋 對 還是可以講黃金筍也可以吃 因為它長得像筍一樣 吃飯有墊粉 然後因為這種是比較容易種 有時候採起來 直接可以再煮 水煮就可以吃了 好好吃喔 你這是烤的 烤的 我覺得這樣還沒有 但是不要一直吃太多澱粉 還有其他可以吃耶 我現在就是想來配一下這樣 不錯耶 由於民宿在半山腰 上山道路也略為陡峭 為避免住客周車勞頓 民宿是有付晚餐 及隔天早餐的 當然也有機會和我一樣 吃到老闆首座的在地位 很難跟你們形容 一個晚上沒睡覺 等這個雲海的感覺是什麼 就是 但你們一定會看到畫面啦 就是那種有沒有 有一顆月亮它這樣 日升月落 月落落下去的時候 然後這一整片的雲 在那裡這樣一直飄動 山裡面就是這樣 每一分每一秒它都在變 它跟海邊不太一樣 像我住海邊的人 我就覺得 海邊就是 海 然後會有浪礦 你看潮溪 然後釣魚的人 你也會看到 喔 今天長廢潮是什麼 海浪大不大 然後你就可以知道 你今天要釣什麼 要站在哪個位置 要站在哪個位置 看山裡面一分 我現在坐在這邊 跟你們聊的 聊天聊一下 跟我剛剛看到的一個不同 你看關刀山的遺物 海中市也被原物給蓋住 海拔這754 自身一筆吃早餐 想要看到氣勢磅礡的雲海 除了民宿之外 這一整片山頭 都有機會看得到 重點是 你得在馬那幫山多待幾天 不同的季節 都有值得再來一趟的風景喔 而冬天的苗栗大湖 還要幹嘛呢 那當然就是吃草莓啊 根據農糧署的統計 大湖草莓的面積 佔全台百分之六十八 所以草莓計時 你不來吃上幾顆嗎 草莓忙不忙啊 草莓的忙忙時期 草莓非常忙 怎麼說 它育苗就是一整年都要再育苗 一整年怎麼育 草莓育苗有兩種 一種就是用種子 可是那個速度太慢了 它長出來很小顆 可能要第二年才有草莓採收 草莓它本身會有出來那個 瀑膚糖 出來就是一顆苗 就用那個杯子裡面裝泥土 然後把它用叉子擦固定 讓它金長下去 長大起來 那就變一顆苗了 然後再把它拿出來 對 再拿出來再種在上面 對 再把它放下去 那它多久會熟一次 開花到成熟大概四十五天 喔 好快喔 對 難怪你一整年都要忙 你知道嗎 兩個月收一次 兩個月收一次 而且只要開始成熟了以後 你說三天白的就會變紅 三到四天 三到四天就會有草莓 對 也是看天吃飯 這綠色是什麼 那個是燈籠 燈籠 可以吃嗎 可以啊 怪怪的 你先吃一個 對 它有點酸帶甜 燈籠狗 先看看它的味道 再吃 而且它會爆漿 有一點牛奶味 滿妙的味道耶 形容一下它的味道 我沒吃過這樣味道耶 它本身自帶鹹甜混耶 它現在很棒喔 鹹是那個醬 鹹是醬喔 它是酸甜 酸甜 它有特殊的香氣 集合了小番茄 跟百香果的味道 百香果 我有沒有看到 百香果很明顯 原來這個就可以吃到 因為它有外殼保護 我們在外面看到這個的時候 我都以為它只是很花 然後看到就經過了 因為它可以吃 本來只是想吃草莓解解財 沒想到大哥竟端出 一桌野餐組合 因為園區內 還種植了許多的蔬果 搭配著草莓料理 不但不違和 反而增添了更多的風味 地瓜特別有親切感 我超愛地瓜葉 而且當地瓜葉 跟草莓碰在一起的時候 那就是滿滿的回憶 我知道你們自己那麼長白像 對啊 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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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瓜葉來了 變出來 你們根本就說 這就是鴨嘴型 然後前面掌聲鴨子這樣 很怕生的人 然後會把它放著 像是馬上掌聲 他嘴巴感覺像就是 一直想跟他接吻的感覺 過來親一下 過來跟他 咦 哇 台灣第一點 欸 台灣第一點 isch 好酷喔 我有一次在家裡面 然後很餓嘛 我家裡就只剩下地瓜葉 汆燙 汆燙 沒有味道 然後看到草莓醬 把它加進去了 然後就這樣吃了 就這樣吃喔 真的啊 人都不相信我 我以前這樣做給人家吃 每次講都會覺得 有點懷疑 他們都會覺得 這什麼 真的 來… 姚哥來一下… 到底是什麼概念 很熟悉的東西 這是很特別的一個風味 不錯吃耶 是不是 欸 這樣… 就是這個味道 很好吃耶 你不相信 麻煩你幫我煎一條給攝影師 而且他很喜歡吃甜 我知道你的概念 真的不錯吃啊 真的不錯吃啊 這一道菜是第一個被吃光的 你們沒吃到怎麼辦 等一下再去摘 然後把這個草莓 再加一點 胡麻醬 這又是草莓醬加胡麻醬的概念 這就是所謂鹹甜混 台灣常見的草莓品種有 風香 香水 煉香等等 大哥家的草莓品種 則是新香 果形漂亮 果實比較硬 味道也比較清甜 正值草莓計時 可以打電話預約採草莓 而大哥也趁機會呼籲遊客 採摘果實是有技巧的喔 他們不會採 會直接捏到草莓會爛掉 正確示範 正確示範 你試一次 草莓越紅的就越甜 越紅越甜 然後我們摘的時候 就是從低頭這邊剪下去 剪越短越好 為什麼 因為它放下去的時候 才會吃到其他的草莓 然後草莓的成熟度 要看它白色的部分 那你怎麼說 白色的部分越少 就表示它越成熟 越熟的時候 它紅色部分會越往上面 拉出來對不對 然後看準了 然後從這裡蒂頭剪掉 對 100分 完美 Shark 我怎麼聽說 草莓是要晚上採啊 因為我們要教草莓 要很多的量 如果白天採 採不到 才採個指南 太陽就出來 草莓曬太陽 它皮就容易變薄 所以就比較不耐放 你採的時候容易受傷 早上大概就是 7點到10點 不然就是3點過後 越冷越好 就是大概10度到25度 是草莓最適合的溫度 又硬又脆又甜 我們家草莓園的草莓特色 Hello Kiki的草莓 Hello Kiki 雙頭莓 好可愛 大哥在高架草莓的兩端種了蔥 一是取其音 希望草莓能 沖沖沖的趕快長大 二是取其味道 因為蔥的嗆辣味 能驅退一些吃小果實的蔥 苗栗山區的好山好水 果然能種出不少好物 當然也能養出鑽石般 閃亮亮的大霧 其實在山裡面 欣賞著名畫 然後肩膀上有一隻飛鼠 好像也不意外 那要去哪裡 阿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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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真的滿厲害 滿多元的 什麼都有 在路邊就可以撿到飛鼠 而且聽說他就是 很小的都被撿到 然後就這樣很輕人 阿寶 阿寶 我沒有一大早 就這樣被人家舔過了 我要聊天 等一下 這是妳畫稿 是我用做的 別廠商照片 對 他幫我去製造 我就是一顆一顆 這樣黏上去 像拼圖一樣串起來 對 所以妳有這張照片 有啊 但這個巡龍魚滿特別的 妳有這樣的巡龍魚 有 不是廠商幫妳加的這些巨子 什麼的 不是 這是哪一種 哪一種巡龍魚 它從哪裡來的 多腦河的鑽石巡 多腦河 對 目前台灣只有我們 妳們不只養飛鼠 妳們連名字取得 都還滿文藝愛情 像極的愛情 所以它就長這樣 對 顏色也是一樣 其實它顏色還有更特別 還有更特別的 怎麼說 怎麼說 還有黃的 黑的 這家位在卓蘭山的巡龍魚養殖園 資歷雖然不是懸台灣最久的 但種類可以說是全台灣最多的 全球目前大約有28種巡龍魚類 這裡就佔了七八種 而要看到畫中的鑽石巡 就得要撩下去囉 好冰喔 現在水溫大概幾度 早上看是15點5度 15度半 欸它為什麼整個嘴巴打開來啊 那現在是要綠食啊 它以為都不吃 蛤 我以為鴨嘴群是前面 它是像鴨子一樣 整個這樣打開的耶 其實沒有它是這樣一個 它就下面打開 像遺體一樣啊 有個開關 喔真的嗎 對對 它是多久以前的生物啊 它算活化死 死前活化死了 它在下面 嘴巴下面這裡 對對對 它是這樣 它會不會咬人耶 不會不會 它是鑷齒 它是像這樣子耶 這也有鴨嘴群 然後前面長得像鴨子一樣 然後聽說它很 聽說它很怕 很怕生對不對 很容易驚嚇 好 那趕快把它放回去 所以它前端這裡很容易會 會動身 會動身 還會把它放回去 這樣算馬上去 偷襲你 小心 我覺得你們家打招呼的方式 都滿妙的 一個飛鼠一天到尾親我 然後一個這個呢 放它走 它還會來盯我 白色的這是什麼 它是黃鼠子 它可以再存活在這個宇宙這麼久 其實它滿厲害的 因為可能是它結構的關係 結構 它外部說 它這骨板 它這骨板可以讓它 可以稍微骨片 它越大隻它的板會越硬 就是它的黏液 它身上有很多黏液耶 可以保護它 不讓一些雞性的存在一起 然後骨板夠硬的話 它們會一些外體會咬不下去 我到現在還沒有搞懂 它身上的構造 它不像說一般魚 魚就魚你抓起來對不對 只有鞋的部分是硬的 它整個身體 骨骨在起頭 有骨板的地方 上 側 前面 它整個抓起來就是硬的 有人在鑽我的腳耶 鑽石群在哪裡 對...這鑽好漂亮喔 它骨板要更正 好漂亮喔 要有功力 怎麼... 所以它可以有關係 跟我想像不太一樣耶 每一個...每一個個體 都長得不一樣 等一下... 好難抓 你可以抓它的頭 然後再一個東西 它只會比較重 等一下... 它怎麼... 稍微抵住一下就好 你看它勾住 它的... 它的骨板其實很勾耶 然後它就是有些它會... 好漂亮喔 有這個碎點片 它會... 所以它會叫鑽石群 鑽石群 你看它的背脊 我想讓您看到它的背脊 等一下 我帽子被它拍的風情 等一下... 不要拍... 好 你看 你看它背上 好漂亮喔 所以它是可以觀賞的 然後它的嘴巴好可愛喔 對 它的嘴巴感覺上就是 一直想跟它接吻的感覺 對 我看到你們這麼怕 我還敢嚇嗎 這裡面有發汁 有了... 有了... 有... 是... 台灣第一點 它嘴巴感覺上就是 一直想跟它接吻的感覺 真的 真的 你看 有沒有 有沒有 通常就是攝影機 來 你來 過來親一下 你過來跟它... 你 對啊 我要拍沒空啊 鏡頭... 鏡頭一起 觀眾跟它親 來... 郭哥跟它親 有果... 真的耶 真的耶 好漂亮喔 你看它上面有沒有比較 碎鑽多的 碎鑽 還有碎鑽 有... 我們這個有大根鑽 就是小根鑽 為什麼你們的池子 照理來講 它不是應該都要平安靜 對 這種魚可能會驚嚇 我保持這個魚池的神態就好 魚池因為你去刷牙 一定會有興趣 對 不是怕他們生病 然後再來就是驚嚇 魚沒有辦法收驚 對 所以我就是怕 怕避免這些問題 我們盡量不刷牙 其實盡量保持 跟河水來的那個死亡 排無錯無錯 底下的排氣 我可以排出去 對 有沒有 又不一樣耶 又不一樣... 然後這個小碎鑽就比較多 你看 它身上一顆... 一顆的 就這種 我沒有看過 這麼漂亮的巡龍魚耶 但是牠們的皮蠻薄的耶 你看 一抓到就會有 因為牠們是被網子傷到的 被網子傷到的 那其實再放回去 牠們是夠很酷 夠成熟 如果是小魚鳥就沒辦法 就會... 會因為這種傷痕 然後就會癌 人就會說話 詹小哥說 因為是飲用活水 用藥來殺菌根本沒用 所以只要以粗鹽即可 池底呢 則是設計成漏斗狀 排泄物可以集中 也便於排出 而經過了十多年的跌跌撞狀 牠的結論是 將魚類的密度降低 維持著最原始的生長環境 就對了 你先 沒有啦 你要先 你看我的會怕 你對 我看到你們這麼怕 我還敢嚇嗎 這裡面有八隻 被牠打到應該很痛 很痛 如果被打到肋骨 越大隻了 你如果打到肋骨 可能會斷 就跟海蕾仔一樣 肋骨會斷 因為大隻打到會斷 真的傷到了嗎 你不是還有一個幫手嗎 幫手 你不是要來幫牠抓喔 在這裡... 而且因為牠們沒有起池子 所以牠現在看下去 我們正常會看下去 其實你是有的時候 看不太清楚 你只能看到牠局部 就尾巴 有一點點頭 你知道那有多恐怖嗎 這裡... 這裡有一隻 牠躲在牆壁... 躲在下面... 你這邊... 放一點... 牠在你們的往下 不會牠的毛病很痛 我們會不會到明天還在這裡 這裡... 這裡... 好... 來了... 有了... 漂亮... 兩邊... 兩邊拉起來 我已經擋住... 擋不住嗎 太輕... 這邊又很緊 一陣混亂後 老老闆看不下去 決定下海了 當初這水池可是牠親手改造 再加上和這些大巫們 已經相處了十一年 牠們就算多會磚 也逃不出牠的手掌心了吧 這邊... 這邊... 進了... 要撕 我... 我... 我撕了 我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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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剛不進來了嗎 牠抓不到 好棒喔 撕撕跑走 這裡... 牠累了 翻過來... 翻過來... 翻過來牠會暈掉 有了... 累了... 剛好累了 好累了... 我... 我... 撕口位子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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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拿了... 好... 算了... 沒關係... 沒關係... 阿伯牠撞妳肚子耶 等一下 放上去就好了 放上去 好... 放上去 好... 好... 在這裡... 牠真的好保管 而且你知道牠是... 你看牠順摸完全沒有問題 但你膩的就卡住了 牠的靈面是膩的 膩的 嘴巴就不一樣了 牠嘴巴也不一樣... 牠嘴巴不一樣 這是黃嘴巴才是這樣子 牠會咬人 不會...牠沒有咬人 但是打死很難 全世界有兩種 這個打死很難 對... 然後牠會咬人比較卡的 比較不會那麼濕 對... 對耶 好... 然後回去 然後這個最大的話 有刷到之後 大概有... 一個... 一個... 然後六公尺長 這個品種可以 店內的尋龍魚料理 幾乎都是由詹小哥一手包辦 最重要的是去骨板這個步驟 它是以汆燙的方式 一是容易取下骨板 二是可以去除黏膜 料理擺上桌才會有賣相 所以這邊是一隻尋龍魚 對 一隻就做這麼多東西 對 還可以做更多 試試看煙燻的好不好 煙燻就直接吃就好了 對 直接吃 你要加一些芥末也可以 先吃原味 然後再搭洋蔥又一個吃 好好吃喔 所以它感覺又不一樣 看起來 有人會拿來做跟鯊魚煙做比較 它比鯊魚煙強太多 它不像鯊魚煙 這個真的比鯊魚煙強太多了 對 比鯊魚煙強很多 口感又好 鮮龍魚可以做煙燻的 對 好好吃喔 很特別 天啊 很多客人吃的時候 我覺得很精會 清蒸的 直接吃原味 它沒有淡水魚的味道 因為我們的瓷子設計有設計 所以它 我們的瓷底下不會有它的脹 如果說瓷底有東西的話 就是怕會有味道 會會在殘留在魚震上 就有那種魚味的味道 對... 魚味是因為 其實就是他們的白色味道 然後這邊是魚霞 你看 等一下在手裡 我真的敢吃生的東西的人 不會... 它也沒有味道 是喔 也不會有那個內臟的鹹味 好吃耶 好吃耶 很甜 然後慢慢會回甲 好吃... 這個有炸色菜耶 也許龍骨 龍骨 對 魚的魚骨 都弄成魚骨 它吃起來跟魚肉一樣啊 它沒有骨頭啊 它的骨是轉 所以它吃起來就是 你會覺得脆脆的 有耶 有耶... 所以骨頭魚來說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 你一定要不要浪費任何魚骨 對 基本上都可以 都可以用不要浪費它 那為什麼... 那你為什麼不做 養魚骨頭魚還不夠大 它做魚子這樣需要多大的 你才是一個 你不要說大小 就是它至少有些品種 它需要一個 硬性才會有餘養 才會成熟 小型的話 像那個黃金魚骨頭 它可能就是三年半到五年 你會像手會猶走 然後那時候才可以說 你們有做過了嗎 可能近期才開始 近期才開始 因為我們十一年嘛 那現在基本上兩到成熟了 然後黃金魚骨頭 然後像那個大的話是 大品種至少要七年八年 或四年以上 難怪在國外 它的魚子箱要這麼貴 因為魚骨頭 而這一盤肝膽香皂 其實是鱸魚的肝還有蛋 也代表著 這裡的養殖環境 無論是哪種魚都養得好 至於牠們飯後甜點 也是從熟龍魚身上提煉出來的 這個我們用那個魚頭 很多魚的魚頭 都擠起來就好 然後呢 少要熬八個小時以上 然後再讓牠裡顧 各種天然的 天然的餃 魚餃 跟我想像不一樣 你本來把它想像布丁 但只要吃到牛巴裡面用 包裝 包裝好像在牛 那個膠質 要加醬嗎 要加果醬吃一下 玫瑰是哪裡 你們這裡有種玫瑰 我自己種的 自己種玫瑰 你還有什麼不會 你跟我講講 好好吃 加玫瑰好好吃喔 對 那味道又不一樣 加玫瑰好好吃喔 很特別 在外面吃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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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小哥說餐廳 其實是招待熟客的 但只要是看過這一集 都會變成熟客的 養殖十里成魚 雖然都是料理食用 但主要收入 則是靠魚苗買賣 你們都看過大的熟龍魚 你們有沒有看過這麼小的 熟龍魚啊 台灣第一點 你看... 你看它的古板 它的古板現在是鋸齒狀很明顯 很明顯 非常非常的明顯 好... 你冷靜... 好... 好嗎 眼睛蓋住 好不好 冷靜了... 你看它的古板 你看它的古板 好明顯喔 就鋸齒狀的這樣子 有沒有 然後你要... 我們是從魚軟鏡 受精軟鏡 在國外受精之後 馬上受精就馬上回精 然後來到我們這邊 大概是第二天下 孵化時間是在72個小時 大概120個小時一定要補好 這麼快 就受精完之後 你的壓力都結束了 這麼快 它就通出小魚苗了 對,通出了 所以我們都要算時間 如果班機一定不能延誤 延誤的話就是空險會變多 它每一尾的壽命 它的有多成績 至少一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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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喔 你好 你好 你好,你是要來買魚的嗎 對,我是來買魚 你要買魚 對 今天大概四五百隻吧 還記得喔 要給老闆 怕我都不好 真的嗎 對 那你買四五百隻回去做什麼 是養來賣的 你養來賣 對 因為我在做魚菜共生 魚菜共生 對 所以巡龍魚來做魚菜共生 好做嗎 像一般我們來說是 我聽到的有譬如說 南洋擠魚 烏波魚 它在做魚菜共生 因為它的那個 魚的糞便排列出來 是給菜的養分 菜的水退回去以後 又是給魚的養分 對 所以是這樣子 它比較難是在台南養的地方 你在台南養的地方 對 比較厲害是在那邊 你怎麼一開始 會冒這麼大的風險 巡龍魚不是要低溫嗎 因為民師出高度 真的嗎 他教你的喔 對 因為那時候他教我 就是台南很熱 然後幫我養 他就是一直技術交流 一直幫我成功 然後成功之後 其實就因緣機會 所以我們市長就突然跑來採訪 然後造成就是 今年就是魚 到過年的時候 巡龍魚都被埋過 對 這個我們可以放在 印記版的魚缸裡面嗎 也可以 現在因為有鑽石群出現 對 然後一些比較挑剔的玩家 就會喜歡那種 比較顏色的型 但比如說 像我家的魚缸 我就有四層跟四層合分 它一下子就裝不下了 它會有個限制在 就是空間 會影響它的成果 所以你給它越大的空間 它就長得到 可是要有空間 那如果沒有那麼大的空間 它會局限 就有局限 就算是大品種的 會局限 那個魚缸到夏天的時候 魚水溫都大概會到30多 你要它賣高溫就是 你要讓小時候就開始養 就讓它慢慢吃 可是我講白一點它會 其實它是損耗會比較高一些 但是我覺得如果要養 還是找一個四口它的環境 那你在台南應該就是 整理了一個四口的環境 對 然後做魚探訊 所以大家可以做 尋龍魚的食用價值 算是高階 觀賞價值也漸漸的提升 許多公共場合或者是景點 都會以鴨嘴巡或者黃金巡 當作水族箱內的主角 工人欣賞 但如果想要養在家中 一定要三思而後行喔 喜歡嗎 記得按讚加訂閱 台灣第一的開啟小鈴鐺喔